譬如說我們牙齒一顆牙齒它都正常都有長寬比 大概0.8比1左右 那假設你今天缺的範圍很小 大概只有一兩個咪咪盒 那就是用牙齒稍微修行一下 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今天缺的是很多 你要修行的比例比較高 那就會合併修到齒槽斧的部分 這個要 說到牙齒外露 大家第一個想到的是誰呢 是舒淇 劉亦菲 還是諧星離尊扮演的珍珍 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露影效 不同程度的情形又有什麼適合方法可以改善呢 哈囉大家好我是王聖堯醫師 那我們現在要來介紹這張圖卡 從右手邊就是 最輕微的 到左手邊最嚴重的 就是露牙齒的那種 反典型的範例 那像舒淇他就只是 輕微的 他可能只是牙齒形態上 稍微長官皮有一點點 失誤而已 那像中間的這一個 就是稍微 牙肉會露出來多一點點 這個再多一點點 這個就是比較嚴重的 好其實醫師在幫你評估的時候 會先從你的臉型開始分析 我會先看你的臉型這個上中下的比例是否正確 然後側面是不是有爆牙或是厚道的情形 那如果有爆牙或厚道的情形 應該優先選擇先 矯正治療 或者是做震惡小數 先改善臉型 之後再來看 牙齒 口腔內部 那口腔內部我們會先看牙齒的比例 如果你的牙齒位置 前後左右上下位置是正確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看比例 那比例就是最主要看長寬比 長寬比有一定的比例 如果你看起來像是正方形 那我們就會建議你修牙肉 那如果是修牙肉要必須修得多一點點 那就是會合併做牙關正常數 那假設你今天比例是正常的 但是叫起來是看到很多牙肉 那就是嘴唇上下運動的問題 那我們這時候會做一個叫 上唇病位數 就是讓你的嘴唇 在笑的時候不要跑得那麼上去 所以其實 我們牙醫師在針對你的微笑 有非常多的技術 可以使用 那就要看我們 你的需求 還有實際上分析的結果是怎麼樣 再決定採用每種方式來治療 如果是以 牙影整形 為了美觀需求來講 只修行牙影但是修行的幅度比較小 譬如說 我們牙齒 一顆牙齒他都正常都有長寬比 大概0.8比1左右 那假設你今天缺的範圍很小 大概只有一兩個 那就是用 牙影稍微修行一下 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今天缺的是很多 你要修行的比例比較高 那就會合併修到 齒槽骨的部分 這個叫牙冠增長素 所以這兩個目的都是讓牙齒看起來 更修長一點點 那差別就是說 我們要讓牙增長多少 如果一點點就是稍微修一個 如果要很多 就叫合併 牙冠增長素 就是會 修到齒槽骨的部分 大家也不需要擔心說 修骨 這樣不舒服 那其實 他的術後腫瘡程度那些都還OK 只要 遵到醫師的指示服藥 那些腫瘡都在 一兩個禮拜以內 就會完全回復 其實那個都是很顯的 大概都只修0.1 比例上來講是 在口腔的手術 我總共都算是非常微創 所以跟一般把手術其實差不多 你只要術後注意 不要吃太燙的 太刺激的 太辣的 大概一個禮拜以內 就可以回復 直到正常生活 但是牙肉 他需要穩定 在一定的位置的時間 大概會需要 3個月左右 他才會穩定在一個位置 但是一個禮拜 假設有縫線的話 一個禮拜拆線之後 基本上幾乎就不會有 任何感覺 好這其實 各種術士都蠻常合併一起使用 那 像 症候手術跟矯正治療 蠻常合併 或者是矯正治療碗會合併 做 修牙肉 或是牙關增腸素 所以 這中間都蠻常有合併的狀況 那就看病人當時的狀態是怎麼樣 還有病人 實際上的需求 跟他要求的效果 你就會決定要採用哪些術士 這個術士 這個術士最重要的部分 倒不是說這個手術有多困難 或是他操作時間要很久 或是回去 回去恢復時間很長 最重要的部分 還是在素前溝通的部分 就是 你每一顆牙齒 期望他長成什麼形態 那需要修行到什麼樣的程度 或者是有沒有合併做 貼片或是假牙的治療 這個部分是比較重要的 通常醫師 術前都會幫你 收集很完整的資料 包括口腔內的照片 包括口腔外的照片 包括你笑起來的樣子 然後都會 因為我們都是用單眼相機拍 他都會放到很大 仔細的 一顆一顆給你解釋 你今天這一顆 要修到你的位置 那需不需要合併修到補頭的部分 這個在素前 就必須要跟醫師 合同情存 那其實 在修牙肉或是做牙關增腸素 其實這個 手術時間都很短 尤其 如果只是 修牙肉的部分 這個水顏色使用的話 它其實 操作時間大概 每個只有15分鐘 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 素中幾乎都不會有不舒服的感覺 那回去 恢復的時間也很快 就跟一般的 門診水互用 回去就盡量少吃一些 辛辣的東西 太燙的東西 多休息 大概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以內 就會恢復到 幾乎沒有感覺 所以 我們做這個手術 最重要的部分 還是在 豎前脫腸 因為有時候 修下去 那不是你想要的樣子 那 這個問題就會比較嚴重一點 你牙齒絲的角度來看 它的長寬體 跟每一顆牙齒的排列 都有一定的比例 但是我覺得微笑起來 好不好看 還是以自然協調為主 就可以了 大家也不需要過度的去苛求說 我的牙齒長寬體 一定要符合多少比例 只要你覺得笑起來協調 其實也不需要特別 一定要達到一定的點力 這只是一個參考值而已 那如果你覺得你笑起來不好看 或是你有想要改善的部分 找牙齒絲的時候 你就必須 明確的說 你覺得哪邊不好看 那跟牙齒絲在 樹前能夠有一個 很完整很良好的溝通 確定你想要的是什麼 和牙齒絲能不能達到 你想要的 這個醫病關係的建立是很重要的 牙齒絲有非常多的技術 可以幫助你 解決這個 肉羊笑的這個問題 所以大家 其實也不用太擔心 如果你覺得你笑起來不好看 其實就可以尋求 還是有一個幫助 因為我看到Youtube我講很快 他可能講幾百遍幾千遍 沒關係我再講一次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